也是有被迫的感觉,这看电影还没开始看,为什么先看到一堆政令宣导广告? 有人抱怨说,他之前进了电影院,却先看到外交部科委会老委会一口气播了五六则的广告, 让提早进场的人觉得自己浪费时间,好像是花钱来被迫洗脑。 但对此,行政院表示,其实电影播放之前,依法原本就可以放三分钟的工艺脱播,而且他们没有花钱,一切符合规定。 每到假日,电影院总是大牌长龙,不过却有民众反应,明明准时入场,却得强迫收看政府广告。 用淡定哥当噱头,行政院反读广告打头证,接下来换外交部。 艺人卢广仲当主角,内容吸睛,但是还没完。 否则好评的科委会为电影也变成缩短版,连续三个阵定宣导,但可不可以以为这样就结束了。 人生难民遇到疯灭,不认识什么样的困难,都不要失去勇气。 老委会接力第四个,后头还有陆委会,一口气播了快三分钟才终于出现一般商业广告。 没想到才播两则,又接了一个强制嫌广告,一个接一个,让民众感觉好像被洗脑一样。 民众坦言看了不会即根本没效果,即政府钱花错地方,简直就跟过去强迫起力唱谷歌一样。 面对质疑行政院表示,根据民国七十三年制定的电影法实行细则,第十一条规定,政定宣导的广告片在电影放映前可以放三分钟,加上地方政府还有另外时间,才会给民众超长的错觉,至于脱播则是完全免费。 跑费的钱,还有邮寄的费用是由各部会来出。 强调一切按规定来,只是看电影原本就是想放松心情,太多政定宣导对民众来说恐怕适得其反。 TB新闻,崔仲勋高家府,台湾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